这所学校不走寻常路 凭借着高标准的校餐 硬是开逼出一条赛道 炸鸡 鱼排 芝士卷 培根汤饭 炒年糕 这些还都只是鸡草 众头剑在后面呢 蒜香煎牛排 金枪鱼海鲜饭团 奶油培根意大利面 连酱汁都是现熬出的 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 更有黄油 居龙虾坐镇 吃过的学生都说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爱电影大丹 今天为大家带来 韩国高校学生的午餐 一提到校餐 很多人都会皱起眉头 似乎除了难吃 就找不到其他形容词 但在青岛高中里 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全校师生 能够吃到营养美味的午餐 每天早上鸡店的时候 校餐师傅们就开始 在后厨里面忙碌起来 首先要准备的是米饭 再盛满精水的糖米机里 倒入两袋鲜鲜的大米 接着用勺子不停地搅拌 等到精水变成乳白色时 就打开机器的底部 吸好的大米就像雪花一样落下来 很快就垒出一座米山 师傅把米山倒进饭盆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将米山表面抹平 接着撒上刚打好的蛋液 这个可是米饭的灵魂 不仅美味还非常健康 之后再放进蒸锅里 慢慢地蒸熟就可以了 接着拿出饮好的泡菜 用手抹掉上面的酱汁 然后放进水汁里清洗 每一片菜叶都不放过 等泡菜沥水晾干后 就一刀切掉它的根部 再把剩下的部分 均匀地切成细丝 这过程手速一定要快 不然节奏就会被打乱 接着用热水清洗铁锅 放入几块奶香的黄油 把切好的泡菜丝 也一并倒入里面翻炒 铁锅的热度 蒸发了泡菜里的水分 而融化的黄油 也为泡菜充分地吸收 等到炒出香味后 再加入鲜美的金枪鱼 和蛋黄酱一起搅拌 确保每块鱼肉 都沾满浓郁的酱汁 接着端处做好的蜜饭 将蜜饭在手上摊开 然后放入满满的馅料 金枪鱼泡菜饭坛 就水灵灵地完成了 而接下来登场的 就是特制意大利面了 首先把培根送入烤箱 在高温的制烤下 培根片的表面 开始冒出滋滋的油滑 不停有肉质滴落下来 打开烤箱的一瞬间 培根泛着晶莹的油光 肉香瞬间就充满鼻腔 用刀将培根切成小块 然后把它们放入锅中 跟淡奶油和鲜奶 一起不停地搅拌熬住 是酱汁变得更加浓稠 接着加入一些盐条味 意大利面酱汁 就完美地出锅了 不同于拌成品的白酱 这个口味更加醇厚 用料也是更加的健康 而搭配白酱的意大利面 自然也是师父们先煮的 将意面用废水下锅 8到10分钟就能捞出来了 接着用橄榄油充分搅拌 最后撒入清香的啰啰碎 酱汁意大利面就完成了 而接下来要上场的 可谓是今天的重头戏 师父先将土豆大成泥 和黄油搅拌在一起 接着倒入满盆芝士中 加入炒香的大蒜调味 再挤入满满的蛋黄酱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 做成香甜软滑的 芝士甜土豆泥馅料 这时龙虾终于出场了 师父把土豆泥馅料 塞入处理好的龙虾中 再撒上一点罗勒提味 就可以送入烤箱了 这属于偶尔的加餐 是为辛苦学习的学生 带来一丝丝能量补充 在高温的烘烤下 一个个龙虾逐渐爆开 芝士的香味和海鲜 完美地融合 最后再拿出喷火枪 将龙虾表面逐个喷射 万众期待的 芝士黄油炬龙虾 就大功告成了 学生们喜欢的小吃 那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在锅中倒入大量豆油 将芝士条一个个下锅 拼尽的油面 瞬间就变得沸腾起来 发出紫紫啦啦的声音 待表面变成金黄色时 芝士条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是饭后的水果 香甜清爽的秦王葡萄 师傅把葡萄洗干净 然后把果肉都摘下来 用精水仔细淘洗两遍 接着必须用试制检测 确定没有农药残留后 才可以端上餐桌 等到午餐的时间 学生们陆续来到食堂 师傅将饭团裹上紫菜 把葡萄 芝士条 整制的黄油烤龙虾 还有酱汁意大利面 都整齐地放进餐盘中 学生们吃得非常满意 锦枪与饭团现而不腻 酱汁一面浓稠香醇 而土豆泥黄油居龙虾 更是让人一油未尽 油炸芝士条还可以拉丝 这小餐吃的不要太幸福 第二天的工作 赵丽也是从米饭开始 和昨天几乎一样的步骤 只是这次在鸡蛋液之前 还加入了一些酱油条味 然后才放进蒸锅之中 接着拿出准备的年糕条 先把它们一根根地分开 然后在锅中倒入大量的鲜奶油和牛奶 还有满满的韩式辣酱 用铲子不停地熬煮着 等酱汁融合的时候 把年糕条全都倒进去 继续用铲子搅拌着 让年糕充分地细满酱汁 接着撒点罗罗碎体味 就可以出锅备用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炸鸡 在锅中倒入大量的油 等温度到153度后 就把调好的鸡块下锅 鸡肉在油锅滋滋作响 炖到鼓鼓冒泡时 一块块金黄的鸡块 就可以完美地出锅了 美味的酱料 更是炸鸡的点睛之比 在酥脆的鸡块上面 撒上一层层的芝士粉 接着加入切碎的散沫 和蜂蜜搅拌在一起 甜甜的蜂蜜炸鸡也完成 而剩下的那些炸鸡块 则加入了韩式甜辣酱 酸酸甜甜的很是开胃 看着就忍不住流口水呢 截止要做的 也是学生喜欢的小吃 软滑香嫩的鱼糕串 而鱼糕串的汤汁 更是美味的核心环节 首先捞出银鱼和海带 在刚刚泡好的汤汁里 加入白萝卜和洋葱 还有沐鱼跟虾皮熬住 在煮的过程中 还要不停地咬去 汤汁上面涌起的白沫 等到汤汁沸腾之后 就把刚刚的食材 统统捞出来放在一旁 只留下吸满味道的汤汁 接着倒入新鲜的螃蟹 用勺子不停地搅拌着 等螃蟹都红温了之后 就把它们捞到一旁 这时候的汤汁 才算是初步成型了 接着往里面加入料酒 香醋 酱油 蒜末体味 最后放入鱼糕串熬住 等鱼糕都浸满汤之后 鱼糕串也就完成了 最后则是用米饭收尾 在香喷喷的米饭上面 撒上满满的调味酱 和海苔碎搅拌在一起 今日的午餐就全部都完成了 炒年糕 鱼糕串 还有两种口味的炸鸡 都是学生喜欢的小吃 放后甜点也安排上 是美味的浅层顶蛋糕 还有营养健康的牛奶 这一口下去 简直是能量满满的 下午的课程 也会变得更加有动力 第三天 依然还是从米饭开始 重复之前一样的步骤 但这次则加入的是香油 虽然每一天都是米饭 但每一次的米饭上面 都加入了一些小巧思 能吃到不同的惊喜 接着起锅 烧油 将腌制入味的鲜鱼块 裹上面包糠后 放进大铁锅中油炸 鱼排在锅中 不断翻滚 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 待表面呈金黄色时 鱼排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 解腻又清爽的沙拉 首先把蔬菜洗干净 连一滴缝隙也不放过 用市值检测没问题后 才可以后续的操作 接着把蔬菜切成小块 放入一旁的盘中备用 而沙拉酱汁 也是由自己制作的 师傅精心的调配 各种酱汁调味的比例 才做出这爽口的沙拉 接着同样用 做鱼高串汤底的步骤 来做熟菜面的汤汁 柔韧Q弹的面条 吸满了海鲜的鲜香 即使不加入什么调味 口感也会非常的浓郁 最后还是用米饭收尾 将米饭平铺到海苔上 然后加入半毫的小菜 最后用手轻轻的意卷 简单好吃的紫菜包饭 就出现在了眼前 今日份菜单也完成了 很快到了午餐的时间 学生有序的来到食堂 阿姨先是拿出甜点 橘子和饮料 然后盛上满满的面条 加入香辣爽口的小料 搭配沙拉和鱼排使用 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还有解馋的紫菜包饭 食堂的菜单也不总是一生不变的 很多时候都会进行创新和改革 尽量满足学生的口味 和他们所需要的营养 在保证美味的同时 也做到了营养搭配 看得真是让人的眼泪 不自觉都嘴角溜出来 什么也别说了 阿旦想去重新上学 还来得及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